大家好,这里是军园艺 养花的人都知道,浇水对盆栽食物有多重要 其实室内盆栽很多的健康问题 比如说黄叶、落叶、霉菌病啊,烂叶烂根、土长 甚至生长缓慢,都有可能是给水不当引起的 有人说,已经见干见湿了,为什么还是烂根呢? 又有人说,不能见干见湿 到底怎样做才是对的呢? 如果你问一个专业的温室技师 怎样才能把植物养好 他肯定首先会告诉你 浇水就是关键,watering is the key 然而其实做好这一点并不容易 因为这其中的相关因素特别的多 不同的植物啊,甚至是相同的植物在不同的阶段 对水的需求都不同 而空气的温湿度、通风情况、光照等这些因素 对植物的给水又都会有影响 所以实事求是的说 如果你对植物本身没有感觉 也没有养花经验 那再加养花,养一盆挂一盆也并不奇怪 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针对家庭室内普通盆栽的给水 来详细地聊一聊 首先想要浇水正确 要先给植物选择合适的盆土 细心的朋友肯定会看到,盆土的土字是有引号的 因为室内的盆栽其实不建议用传统意义上的土 而是专门用于室内盆栽的混合种植媒介 因为不同的土它的保湿性、透气性、保肥力都不同 那选对室内盆栽的专用土 英文叫Indoor Plant and Potting Mix 它很大意义上就降低了给水的难度 另外一个需要考虑的是给植物选择合适的容器 花盆的选择一定是要带孔的 这样利于排水 尺寸要湿度 尤其要避免就是小植物配大的花盆 这样会给浇水增加很大的难度 关于如何给室内的盆栽选土、选花盆 或者你想从根本上了解植物吸收水分的基本原理 可以参考我之前的视频 那链接我会放在下面 那现在我们给绿植选对了合适的盆土还有容器 但如何给植物浇水其实也是有讲究的 那植物喝水的途径有两个 一个是通过根部的根毛Root hairs 另一个就是通过叶片下方的气孔Stamata 一般只有在育苗期间 由于根系还没有形成 才会通过这种叶片给水的方式 或者如果是我们需要给植物提供 特殊的这种微量营养素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通过这种叶片给肥的方式 但我们在家里摆放的绿植 我们买回来的时候 它们已经是有健康的根系了 所以我们只要盆土给水就可以了 有的植物叶片其实很敏感 尤其是碰到肥水的时候就会烧到 那我们家里的环境一般通风也不会是特别的好 叶片上如果长期有水树的话 就很容易得一些病害 那我家里的植物可能偶尔会放在浴缸里 来冲洗一下叶片上的灰尘 平时给水的时候呢 我肯定不会是往叶片上撒水 而是从盆土上直接给水的 植物给水的最佳时间 其实是清晨或者是上午 这样我们可以满足植物日间对水分的需求 又可以避免夜间盆土过湿引起的一些病害 那如果是下午或者是夜间给水 盆土就很容易积水缺氧甚至是引起烂根 经常有人问 我需要多久浇一次水呢 其实盆栽植物的给水很难有一个固定的频率 因为这个会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比如植物的类型 容器的大小和环境条件 但养了一段时间的植物呢 我们会大概的摸索出一个规律 比如说冬季 我一般是每周检查一次家里所有的盆栽 那有一些呢就是需要每周给一次水 有一些呢其实两周给一次水就够了 但具体什么时候给水呢 我们是需要检查盆土的湿度来做判断的 那如何判断盆土的湿度 来把握正确的给水时机呢 第一个方法是通过检查盆栽的重量来判断 有经验的话 有一般拿起这个花盆感觉一下 就会知道哦该浇水了 但是对于没有任何经验的朋友来说 我在一本书上有读到过一个 50%给水规则的方法 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试一试 它的前提是需要使用重量比较轻的花盆 这里说的50%呢是指在盆栽给足水后 它的重量减少到一半的时候 就是需要再次浇水的时机了 比如说这个盆栽给过水后的重量是三斤 那我们等到这个盆栽的重量减到一斤半的时候 就是我们需要再次给水的时候了 另一个比较常见的判断方法就是观察土壤的湿度来判断 我们可以用工具呢来扒一下这个土 来判断水分停留在哪个土层 大部分的植物如果标涂以下二分之一 或者是三分之二以上的土壤都偏干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给水大概率都是没有问题的 或者我们直接观察这个根系位置的土壤 会更加准确 我们可以将整个的这个根部和花盆分离 这样我们就能看到它根系的位置 如果根系底部的位置已经没有多少的水分了 这时候呢就是需要给水了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我们忘了给水了 这个盆土已经非常的干了 植物都蔫了 这时候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给水一定要少量多次 我们可以先给一点水 然后每间隔十分钟再给一点 这样可以有效的避免一些病害 通常情况下如果花盆的尺寸合适 给水时机也对 浇水呢还是要浇透的 因为这样更利于植物深层根系的生长 还可以清洗土内积存的盐分 也可以减少浇水的频率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这个盆体有托盘 或者是你有用套盆 记得在浇过水后呢 一定要将这个多余的流到外面的水分倒掉 千万不要让这个盆土一直长期的泡在水里 当然了这个给水给透呢一定不是绝对的 尤其是这个大花盆配小植物的时候 或者是这个植物根系并不是很发达 如果一味的追求浇透水呢就很容易给水过渡 并造成烂根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了解植物喝水呢是通过根毛 而根毛呢是长在每一条根系靠近末端的位置 其实我们只要保证植物根毛的位置有足够的水分 这样就不会出问题 那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植物根系的生长状况 然后再逐渐的增加给水量 也可以通过花盆底部给水的方式 让这个土壤自己来吸收水分 我们可以通过把握浸泡的时间来控制给水量 比如说这个水分吸收到接近表土几厘米的位置 其实就可以了 我们平时呢还要尽量的多观察这个植物的状态 根据植物的变化来调整给水量 比如说这个根系长得非常发达 植物的长势非常的好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多给一点水 那如果这个花盆呢是细高的这种 它不存水也可以多给一点水 但如果气温低了 光照也少了 这样呢植物的新陈代谢也会降低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适当的减少给水量 那如果空气的湿度很大 植物的蒸腾作用减缓 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适当的减少给水量 除了给水呢我们从花式买回来的绿植都是需要给肥的 否则盆土里的肥力消耗殆尽后 植物肯定是处于一种饥饿状态 并没有办法长好的 那关于如何给植物施肥 我们下期来好好地聊一聊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么多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了